你在咖啡廳用手機平板或是電腦的時候 是不是習慣背對牆壁 為的就是不想被別人看到 你正在看些什麼 所以市面上也有了像是 防虧寶物貼這種產品 但是防左防右正後方還是可以看到 想像一下如果你的螢幕 變成了一副眼鏡的話 就算是在咖啡廳看了18鏡的內容 只要你不尷尬的話 別人應該就不會發現吧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一款 不論你是想要在家用 外出用都很方便的 嗨我是阿湯 AR眼鏡我也不是第一次玩了 大家的問題不外乎就是這些 這些問題不論經過了多少年 只要我一開箱AR眼鏡問的都是一樣的 既然大家一直在問 廠商當然也都懂啊 這次要開箱的這一款 Rocket AR Special 三四窗空間智慧眼鏡 和以往常見的這些AR眼鏡有什麼不同呢 往下我們就一一的帶大家來看吧 電體的部分呢 以往有很多所謂的AR眼鏡 都沒有內建系統或者是內容在裡面 你必須要自己接手機 找到支援AR的APP才能使用 或者就是單純把電腦手機 直接投影到這個AR眼鏡裡面 但是Rocket除了這款AR眼鏡之外 另外還有Rocket Station 2可以搭配使用喔 直接就內建了Android系統在裡面 讓我們可以透過Google Play 安裝想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所以不論你是想要透過AR眼鏡來玩遊戲 看影片或是搭配遊戲手把來玩 都沒有問題 影片也支援3D模式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文書處理 恢復訊息 也可以搭配藍牙滑鼠鍵盤來使用 更是支援無線傳檔 採用的還是高通驍龍的晶片 運算夠快不怕卡頓 而且內建的系統 不是什麼Android系統原生介面那一種 是Rocket自家開發的系統 在AR眼鏡裡面看到這種感覺 很像是你站在某個3D環境空間的感覺 在你面前會有一個很大的視窗 而且最多同時可以開啟3個視窗在裡面 你可以在這個AR空間裡面 同時看影片回訊息上網之外 把你手機的畫面投影在裡面都可以 介面使用也非常的簡單 操作也有很多種方法 除了我們提到可以直接藍牙劍鼠之外 Rocket Station 2本身它也是個觸控面板 透過手勢操作就可以操控介面 甚至這個裡面還有陀螺儀 可以切換成射線模式 有點像是星際大戰的光劍啊 直接拿起來對空中指向 認得你想要點擊的地方 比用觸控滑動指標更好用 就算是躺著實用也非常的好操作哦 甚至它還支援語音輸入 而Rocket AR Special 眼鏡 Max 2 的部分呢 上面有兩個操作按鍵 一個可以切換像是標準護眼這些模式 如果你本身有近視的人也不用擔心 上面呢它有兩個旋鈕 可以直接手動調整焦距 適應0-600度的度數調整 再加上75克的輕量化設計 空氣、鼻拖、無壓力的佩戴 負彈性的鏡框設計 長時間佩戴下來呢比較不會壓迫 也更適合各種投尾哦 除了接上 Station 2 來使用之外 也可以直接把眼鏡作為螢幕來使用 而且呢不需要另外接電源 比如接上筆電出門在外就不用擔心 別人會偷看你的螢幕畫面 或是像我的手機是三星的 支援DEX桌面模式 接上之後只要搭配藍牙鍵鼠 就可以變成一台文書筆電 又或是接到 Switch 來玩遊戲 也沒有問題哦 聲音的部分 Rocket AR Special 內建 Hi-Fi 立體聲喇叭 我自己實測下來呢聲音非常的清晰 至於在外面的時候 別人會不會聽到外放的聲音呢 答案是會的 但是我覺得呢要真的很靠近 音量調整在50%左右的時候 我自己體感呢距離大約50公分的時候 只是很小的聲音 頂多就聽到講話或者是音樂 但是具體的內容呢不會那麼的清楚 如果你真的非常在乎隱私的話 也可以在外接藍牙耳機 這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回答一下 我以前開箱AR眼鏡的時候呢 有很多人問過我 像這種AR眼鏡的顯示技術 以前在戴的時候 如果不是很靜態的坐著 像是搭火車搭飛機 戴到呢他頭都暈了 這一款呢 會不會有一樣的問題呢 確實呢 AR眼鏡以前在佩戴的時候 我也不太能戴太久 或者是呢在交通工具上面 佩戴使用 我覺得真的很難不暈 主要呢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是顯示器的解析度呢不夠好 第二個是因為沒有防震技術啊 缺一不可 各況這兩個部分都沒有的話 那就... Loki 的AR Special 考量到這樣的問題 內建有3D OF防震技術 我自己試下來呢非常的穩定 也因為呢有這樣的防震技術 即便原本轉頭查看AR空間這種畫面 也比較不會容易暈眩了 解析度的部分呢也不用擔心 AR Special 採用的是Sony Micro OLED 螢幕 1200P 高解析度 最大視角還可以到300吋這麼大 讓你呢不管是看電影、打遊戲 都可以享受最驚豔的視覺效果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款Loki AR Special 三四窗空間智慧眼鏡 真的跟我以前玩過的那些AR裝置 蠻不一樣的 該有的功能呢幾乎都內建在裡面了 而且做的還蠻完整的 不論是看影片、打電動、工作 以及各種設備的高相容性 再加上5000毫安排的電量 連續可以使用4個小時的高效續航 甚至你如果只想要低調的用手機的話 戴著它呢就好像是你可以把自己的 私人螢幕隨身戴著走一樣 再加上Station 2 本身就有完整的操作介面 你根本不需要再額外接一大堆東西 對我來說呢算是目前體驗感受 最完整的一款AR眼鏡了 如果你之前用過類似的產品 但覺得不是很滿意的話 這一款或許會讓你有一點點的改觀喔 今天的開箱就分享到這邊啦 相關的購買資訊 我也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湯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아랫 AL Keep Back 近 遠 中文字幕 李宗盛